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值9的频道 说起胶直流亚汉机 这可以说是亚汉机中的最高端品类了 单价高,功能复杂 汉机的参数多如开飞机 要做得好真的不容易 所以在我们推出一款新的胶直流亚汉机之前 我们最先需要搞懂的 就是一台真正好的胶直流亚汉机 到底好在哪里 有哪些指标应该实现 实现了才能被称为足够好的胶直流亚汉机 为了找到这个答案 我们当然也买了几款市场上口碑不错的产品回来体验 甚至是进行了一些两侧比对 也请教了一些行业前辈 获得了不少有用的建议 一方说 一,小安培素也要好饮糊为糊不断糊 二,迫开铝合金氧化膜的速度越快越好 三,焊到渗透力要好 四,交流频率可调范围要宽 尤其是较高的交流频率对付博板很有用 五,交流清洁壶也是交流占空比的可调范围 与带来的清洁或者渗透力要好 六,交流焊接时的声音最好能不刺耳 且稳定连续杂音少 七,交流加卖波时的电弧稳定度要高 八,故障率和维修难度都越低越好 九,数位浴条参数介面很实用 必须标配 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研究可以讲可以聊 可以说如果每一个项目我都安排一点实验 来验证我们的机器是否足够好 那么接下来三个月的周更影片题材都已经有着落了 我也可以不用苦恼下礼拜的主题是啥了 当然这样搞我也很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想看下去 搞不好我们公司自己的同事看了都要打瞌睡 所以依照惯例我们还是先从比较基本的内容讲起 那么首先为什么我们需要交流呢 我们都知道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需要交流才不会有代沟 夫妻之间要交流感情才会和睦 两岸之间要交流才会和平 中美之间要交流才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铝合金焊接也是一样 铝合金是一种易氧化氧化成 也就是氧化铝致密且熔点高的材料 这氧化铝的熔点达到2000摄氏度以上 但是底下的未氧化铝材熔点却只有650度左右 这就好像一个人 就是很强的自尊心 很难左右他的想法 但是却有柔软的内心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跟他合作 跟他硬碰硬直球对决 肯定很容易撕破脸 最后不欢而散谈不下去 但是如果只是讲讲表面话 那也不行 只有恨他彼此交流 让他打开心房 突入坚毅外表下的心声 才有可能合作 一般的直流亚武汉 DCTG 弓箭为正 乌真为父 ACTG交流有汉就不同了 其母才与乌真正负即性 是不断交替的 当弓箭为父 乌真为正时 就能清除氧化膜 但是这也带来缺点 就是乌真烧损的速度变快 并且母才的入热量少 容身有限 因为我们都知道 呼汉焊接时 正极端就是高能端 就是热量的大头 因此我们需要变极性 需要交流输出 利用着乌吉与母才之间的即性转换 让ACTG既能够清洁氧化铝膜 又能够有足够的容身 能使汉道有足够的强度 既然有直流DCTG和交流ACTG 那也可以想象得出 它有忽而直流或交流的 交直流混合MIXTG 相比于普通的直流亚无DCTG 这交直流亚无和ACDCTG 其实也就只多出了 直流交流交直流混合 这样的选择开关 而两个可调焊接参数 那就是交流频率ACfrequency 与交流占空比ACDuty 或者是ACbalance 但是别看这仅仅多出 两个可调参数 从硬体的角度来说 需要多出很多很贵的部件 才能实现二次变频 将直流变为交流 在这里我要请出 我们细称为彩虹架构图的这张图表 这是原先的DCTG 交流输入 整流滤波 再一次测变频之后 经过主边压器降压 二次测全波整流后 经过输出电感输出 但是交流及ACTG就更复杂些 二次测用的是二极体 更多的巧式整流 整流后再次经过 二次变频IGBT切换 才能再次形成交流输出 有更多的功率半导体器件 也就带来更多的散热需求 需要更大的散热片 更多的Snapper吸收电路 这也是为什么ACTC TIG 要比DCTG贵不少的原因呢 既然有了交流输出 那么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难点 那就是交流断壶 交流输出时 由于输出电流存在过灵幻象 因此特别容易在这关键一部断壶 断壶也分很多种 一点下去虽有高周引出 但是一引壶后直接断壶 引壶失败 那是一种 而引壶成功 但是却闪烁 呈现断断续续是一种 或者正半周不断 副半周断 这种偶尔丢失半变波形 听起来声音偶有杂音的 又是一种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大厂 要标榜什么 他们的机器可以交流时安引壶 这有点像是户外引用的 防风瓦斯炉的概念 大火之下 防风不难 但要是你小小小小火 也能防风 那才显得自己厉害啊 不管那么小的火 有啥用事吧 为了使我们的产品 能够达到一流水准 我们当然也在这方面 下了点功夫 让TIG-300C AC-DC 有了非常优秀的 小电流引壶 维壶不断壶的能力 并且也不只是交流时安引壶 就连AC-plus模式下 也能在高电流与时安低电流之间 反复切换不断壶 关于什么样的AC-TIG 是好TIG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这些难关挑战 交流频率 关于AC-frequency 与交流占空比 AC-duty 或者AC-balance 等参数会带来什么影响 该如何平衡 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可聊 关注我们 持续分享更多焊接与 汽车板机设备的资讯吧